鑽石首飾同样是人生重大的投资 当然要精挑细选 而且只应该帮衬失力红厚 值得信赖的珠宝商 周大福拥有八十几年辉煌历史 是中国内地和港澳领先的珠宝商 我们的品牌代表的是信誉和正货 而我们的产品 即以设计、品质及价值文明 能够经得起时间的冲刹 先算是一间失力红厚的企业 周大福以时间精明实力 由广州一间金舖 发展到今日过千间分店的珠宝王国 八十几年来 无论顺境逆境 一直攀手于中国 香港 甚至整个亚洲稳步成长 其间屡创先河 远见独到 业界王者的地位当之无愧 周大福的创办人周志源先生 是集团主席郑宇彤博士的外父 1929年 我们在广州开始珠宝壽饰业务 1931年 在澳门草队街开始珠宝壽饰业务 1940年 郑宇彤博士开始在澳门的周大福造型业务 三年之后 提升为金袍掌柜 同年 迎娶周先生的女儿周翠英小姐 随后业务扩张 在1938年 在澳门开设第一间周大福珠宝首饰店 1939年 第一间分店 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开张 1945年 周大福珠宝首饰店战后重开 1998年 在北京开设中国内地第一家专门店 1956年 郑博士在港澳两地推出999.9黄金首饰 相信是港澳两地首推如此黄金首饰纯度的线风 可见周大福在珠宝界的超凡地位 1960年代 郑博士率先预见珠宝业的发展前景 开始拓展钻石市场 同原先的纯金首饰业务进行双线发展 可以说是最先销售钻石的华人珠宝商 1973年 在南非约翰奈斯堡开始钻石磨业务 1993年 成为Devius旗下最大的钻石销售分配机构 国际钻石商贸公司DTC的特约配售商 1988年 眼见祖国的庞大发展潜力 心系故乡的郑博士 特别在广东信德市 投资轮教首饰钻石加工厂 为故乡发展出一分力 1990年代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 更多香港人爱上珠宝首饰 于是大量珠宝商涌燃 亦因此出现了标价混乱 甚至有开天杀价的情况 有见及此 周大福创新推行价格透明化的 珠宝首饰一口价政策 以直接成本 加上合理利润标价 确保顾客 无论去哪间周大福分店 都买到货精价实的首饰 2001年 CTF2周大福年青新一代品牌成立 2008年 在中国内地 开始高端标零售业务 2009年 庆祝品牌成立八十华丹 同年 成为力托钻石公司 在大中华地区的首家特选钻石商 踏入21世纪 周大福再创新油 成立周大福慈善基金 回贵社会 在过去11年 捐款高达10亿元 除此之外 更加首次在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开设分店 随着中国业务急速增长 周大福也在深圳市沙头角 成立中国营运管理中心 专责管理内地业务 再加上中华新世界大厦的周大福总办事处 葵冲世和中心的港澳营运管理中心 以及在南非和信德的自治厂房 周大福的一体化供应链 才能达到高效运作 稳健增长 2010年 周大福戚支2.75亿港元 投到一粒名为 富里南遺产的西街名砖 石重507.55卡 由南非的自治厂房切割 进一步彰显周大福一体化企业的 红厚实力 同年 周大福庆祝第一千间分店 在北京前门大街正式开业 象征品牌 迈进大中华地区业界王者的新纪元 周大福的盈利能力 和领导地位有目共睹 更加赢取了不少奖行 2010年 周大福入选 中国市场最受欢迎世界著名品牌 赤字品150强 成为唯一入选的华人珠宝品牌 和其他国际名牌 例如路易威登 八达斐丽 奔利等等齐名 2011年 周大福连续七年 成为中国市场珠宝产品终合占入率第一位 而且荣登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47位 在这项调查中连续七年排行珠宝行业的第一 亦都是入选头100位之中的唯一珠宝品牌 在未来 周大福连续七年排行珠宝货品牌 亦都有助稳定钻石价格和产量 在未来 周大福将继续秉成真诚 永恒的理念 致力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亚洲珠宝品牌 发挥一体化企业的王者优势 务求为顾客带来最优质 最密账所值的珠宝钻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